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YouTube频道 新来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感恩节快乐 不知道大家飞舞的时候都有没有抢到自己新衣的产品 如果没有抢到的话也没有关系 因为马上又会有一大波这个Cyber Monday和Giving Tuesday的这个折扣 整个12月可以说都是超级超级多的折扣 我也会每天在我的Instagram上更新 就是这段时间我觉得就折扣比较给力的一些单品 所以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就follow我的Instagram 今天我们的内容呢是我这个IPSI11月份的开箱 如果你是就是刚订阅我这个频道的话 你可能还不知道就是我每个月都会做这个IPSI Bag的开箱 那IPSI Bag是就是跟Sephora Play非常像的一个 就是也是时到的一个订阅盒子 它每个月都会给你一个就是当月特别设计的一个化妆袋 然后里面装了五件美妆产品 就五件产品有的是中样有的是正装 有开价的产品也有专柜的产品 我之所以选择它而没有选择就是Sephora那个Playbox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私人定制化更好一些 就是后台的这个大书剧做的更好一些 我每期收到的产品基本上基本上没有我特别特别不喜欢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经常会在Sephora拿很多就是满额正的中样 所以就是Sephora Playbox里面的东西 有时候会跟他们正的这个东西会有重复 我一个是想就是避免拿到重复的中样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就是多尝试一些就是不在Sephora里卖的产品 我们就来看看我11月份的Ipsy Bag里都收到了什么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这个月送的这个化妆包 我觉得这个化妆包跟我前几期的这个Ipsy Bag比 我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它就是丑 特别特别的丑 这应该是我收到就是最丑的一个Ipsy化妆包了 就是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这种假皮面和这个棉布面的这个拼接的材质 然后它这期好像是出了两个颜色的 一个是这个蓝色的另外是那个黄色的 其实我已经很感激它给了我这个蓝色的 因为那个黄色的更丑 我会在这里附张图告诉你们它们有多丑 我每个月都会给我的这个Ipsy Bag打分 我已经有预感就这期的Ipsy 我不会给它打特别高的分了 因为这个包装包实在是太丑了 打开我这个Ipsy Bag呢 我收到的第一件产品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正装的一个高光刷 它是跟这个Ipsy的合作款是B36 这个品牌经常会出现在Ipsy Bag里 它们家的刷毛我只能说就是看似很软 但是抓粉能力比较弱的那种 就你要刷很多次才会有一些粉在它们的这个刷毛上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每次拿到它们家这个刷子我都不会用 有很多刷具品牌会跟Ipsy合作 但我觉得这个刷具品牌就是算比较差的一个品牌了 然后带我试一下 然后再给大家反馈 第二件产品呢 我拿到的是这个Colourpop的一个单色眼影 我特别特别的开心 因为我是Colourpop的死忠粉 我觉得它们家这个Press Eyeshadow真的是质量好的 没话说了 它这回给我的这个颜色是Calm and Get It 它是那种就是比较桃子色的 然后里面有一些就是香槟金的一些shimmer在里面 哦 不错不错 属于那种就是桃子色 然后里面加一些金色的闪片 这个颜色我还挺喜欢的 我拿到第三件产品呢 是这个Used to the People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抗老的截面 这个产品我是知道的 就是它好像最近在Saphore也开始卖了 然后里面打开之后是这么一个小瓶子 我觉得这个小瓶子质感还挺好的 它不是塑料瓶 是那种玻璃瓶的 它容量的是15毫升 然后打开之后呢 这个味道是属于那种 有点类似于青草的一个味道的 我还挺喜欢的 整个这个品牌的感觉就是非常天然无公害的样子 这么小一瓶我应该很快就会用完 然后到时候再空瓶器的给大家分享这个使用效果 我是特别喜欢尝试就是不同品牌的截面产品的 所以每个月我在这个Ipsy Bagley五样产品 几乎都会有一样是截面的 还挺开心的 能就是尝试到就是各种品牌不同的截面产品 我收到第四件产品呢 是这个叫Touch in Soul的这个品牌的一个 SPFPA++的一个粉底液 它的容量是10毫升 然后色号是21号Nude Beach 应该是一个韩国品牌 因为只有韩国品牌才会分21 23这种情况 我的色号的确是21号 所以Ipsy没有给我错的色号 我现在放了一点在我的这个手背上 我觉得这么看它还是比较稠的一个质地 不是那种流动性特别强的 然后主要是来看一下就是它在我手上的这个颜色 打开之后跟我的肤色到底差多少 大家看这一侧是我就是涂了这个的 而且就是晕开的一个颜色 然后我自己的肤色呢会比它稍微要冷掉一点 我觉得可能夏天如果晒的黑一点的时候我会用吧 但是就是目前来看冬天的肤色的话 这个的话是比我本身的肤色要深的 然后它的质感在我手上有一点黏黏的 应该是那种偏就是保湿型的一个质感 我说到第五件产品在这里就先不给大家看了 因为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牌子 我只能说它是一个1.5克的一个腮红的中药 然后它的颜色就是这种就是偏橘色的 我觉得和我这Colourpop的这颗单色眼影的颜色还是挺搭的 刚才就是我这个11月份的Ipsy Baggy的五件产品 我这次还用我Ipsy积分换了额外的一件产品 就是一个正装的一个Colourpop的四色眼影盘 这个盘叫Weekend Warrior 是他们家就是挺早之前的和这个Amanda Steele 这个博主合作的一个四色眼影盘 这个盘应该现在已经停产了 但是我这次看这个Ipsy这个750积分可以换购它了 我就果断把它换回来了 然后它打开之后呢 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我特别特别喜欢它这种就是网状的这个包装 然后边上还有这个银色的这个链子 然后它打开之后就是这样四色的眼影 它是一个全雾面比较偏冷掉的眼影 我给大家就是摸一下颜色吧 OMG你看这个颜色超显色的 知道我为什么爱这个Colourpop的这个Press Eyeshadow了吧 真的超显色轻轻一摸就是这个效果 第一颗 诶这颗好像有点shimmer诶 我看着以为是纯雾面的 为什么上手有一点shimmer的感觉 然后这个灰色 这个深蓝色 OMG 这个深蓝色我超爱的 这个深蓝色的雾面超显色的 然后以及最后这个深灰色 超级喜欢这个深蓝色的 这个果然是没有换错 非常的值 我每个月都会给我这个ipsy back打一个分 现在都快速的捋下 我这位都收到了什么 我首先收到了一个正装的高光刷 一个Colourpop的一个单色眼影 一个15毫升的一个洁面中样 一个10毫升的粉底中样 以及一个就是腮红的中样 Colourpop的那个眼影盘 因为是就是积分换购的啊 所以不算在这个五件评分里面 我觉得整体的感觉 这期的ipsy我可以给它打7分 给7分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主要这个分数都扣在了 这个特别特别丑的这个化妆包上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那个高光刷到底好不好用 所以我暂时给它打7分 好 今天就是我这个11月份ipsy back收到的五件产品 以及我的积分换购 如果你也订阅了ipsy的话 欢迎你告诉我 你的ipsy back里这个月收到了什么 如果你对ipsy感兴趣想订阅的话 我也会把这个订阅链接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面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就请给我的视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